TOD80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要跟各位見面 上次介紹了TOD80它的大概功能 那今天呢 將各位一一介紹它的細部操作設定 當你接到一場演唱會的時候呢 你必須先決定你的系統架構 那我們系統架構主要是在setup鍵這裡 這邊也是其他很多功能設定需要用到的按鍵 也是最重要的按鍵 好 我們到setup menu裡面 有個memory memory有一些原廠設定的 一些模式是紅色的 它已經預設好的 那你以後的廠子越來越多的時候呢 你可以設定進去 儲存在裡面 要用的時候叫出來 那這邊是 你儲存設定的話 是綠色的 是可以自由更動的 你也可以 從這邊 儲存到USB 或從USB 儲存到Mixer裡面來 好 我們現在選一個基本模式 LR 然後按recall 好 recore完之後呢 再到config裡面 你的系統需要幾組group 幾組effect 幾組ax 幾組matrix 你都可以從這邊設定 螢幕的右方呢 它會提醒你 你的bass還剩多少 你的mix output還剩多少 你還有幾組效果器 當你設定超過的時候呢 比方說我們現在 又增加一個group 它的一個叉叉 跟你講不行 它已經超過它這個系統的負荷了 好 當你設定好 你需要幾組groupax 這些東西之後呢 接下來到IO鍵 設定這些輸出的channel DiskNake呢 就是表示 外接的AR2412 跟另外一台AR804 Surface呢 是這個機體上面的 Mixer後方的輸出 還有另外一台外接的AR804 接下來示範 如何決定輸出channel 比如說這一場 你有四組監聽 你需要四個ARX 你先點選第一個 然後到這個卷軸這邊 你可以用轉的 你也可以直接用點的 你設定是monoARX 從第一組開始 你有四組 所以你轉到四 這邊全部都變黃的 那你再apply 這樣子就完成 所以你現在有四組監聽的輸出 好了 現在你的系統架構決定好了 你的輸出channel也設定好了 再來最重要的呢 就是fader的控制的功能部分 好 要設定fader的控制功能呢 我們先到 setup control 然後這邊有一個strip assign 這個頁面 strip assign的意思呢 strip就是channel的意思 只是說法不一樣而已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 它有兩個bank 一般呢 bank1呢 是做輸入的部分 bank2呢 是做輸出的部分 可是呢 今天是你實際的需求 你可以把input 拉到output這邊來 這邊沒有限定一定是output 看你的使用習慣 意思就是說呢 它一共有20支fader 你可以同一個頁面 你如果不超過20支麥克風的話 你設定同一個頁面 你就省去翻頁的那個麻煩 設定非常簡單 只要從上面 把圖拉下來就可以了 當你設定錯了怎麼辦呢 拉掉 它就變空白的 你可以再去設定 好 現在你已經設定好 你fader的控制功能了 接下來呢 你可以寫名稱 跟換它的顏色 因為你看這邊 都是綠色的 我們可以改變一個顏色 增加辨識度 我們到name and color這個選項 現在是channel1 點進去之後呢 會出現一個鍵盤 好 我們比方說 這個是 mic 點進去 字已經出來了 那其他都綠色對不對 我們現在點紅色 好 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個頁面 channel1是mic 然後是紅色的 這樣便於區別 好 現在各位看到 我們的channel 名稱 跟顏色都設定好了 再來就介紹一個 重要的功能 ganging ganging 什麼意思呢 就是綁定 那為什麼要綁定呢 比方說 比如說你數位的機器 或者樂器 是stereo的 你可以動一個fader 把另外一個fader綁在一起 你推一隻fader等於推兩隻 便於操作 好 我們現在以keyboard為例 keyboard是在第七第八圈 keyboard的L 跟keyboard的R 請各位注意 它的綁定的功能 並不像其他機種 它功能非常強大 連highpass 連get 連parametricEQ pample routing 這些都可以綁在一起 你可以試 你的需要 去做設定 等於是 你如果parametricEQ 綁在一起的話 你調一個channel 等於是調兩個 使你的設定工作更快速 好 我們現在把keyboard LR綁在一起 經過今天詳細介紹之後 相信大家對GOD80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那下次我將會為各位介紹 它一些使用上的技巧 敬請期待 下次再見 欸 敬請 東 3000 0